雨血越重 汗越多 一个中程药 活血化鱼 专制自汗倒汗 其实 雨血越重的人越容易出现白天汗多 晚上倒汗的情况 中医认为呢 除了气虚 阴血亏虚的情况下 当体内雨血太重 雨血组织经脉 导致体内气血筋液流动不畅的情况下 体内就容易生热血 热血鼓动筋液往外流 这时我们身体就会出汗 平时稍微移动就满身汗 并且雨血是阴邪 晚上我们本身阴气是比较旺盛的 量阴相加 邪气就会更加旺盛 迫使今夜外出 这时晚上也会出现倒汗的情况 因此雨血越重 汗越多 而这种因为雨血导致出汗异常的人也有明确的特点 那就是最纯舌头颜色偏暗 舌面上可能有淤斑淤点 身上容易出现一些刺痛 以及莫名其妙瘀青肿块 当然因为雨血组织气机导致气质的出现 所以还会出现心情烦躁 以及失眠睡不着等情况 对这种人呢 我们调理就需要化雨为主 可以参考中程药学辅助幼儿 不过中医认为雨血的生成原因有多种 比如说气血虚 或者是干气瘀制 有或者是阳虚 这些不同的原因表现出来的症状是不同的 舌相也会有一定的变化 不过条理都可以参考学辅助于汤位基础 根据个人情况配以补气药 补血药 或者是补羊的药 总之只要对症条理找到病根 我们才可以解决这个自汗倒汗的情况 那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了 如果身体不适 请及时线下到专业医疗机构就诊 我们下期再见